话说当时公孙盛正在阁里对朝盖说这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才,取之和爱,只见一个人从外面抢江入来,揪住公孙盛道,你好大胆,却才商议的是我都知了也那人却是志多兴,无学究。 朝盖笑道,教授修慌,且请相见两个蓄礼罢,无用道,江湖上久闻人说入云龙公孙盛一清大明,不期今日此处得会,朝盖道,这位秀才先生便是志多兴无学究公孙盛道,无闻江湖上多人曾说家亮先生大明,其知远法却在保证庄上得会,只是保证书才仗义,以此天下豪杰,多头门下朝盖道, 再有几个相识在里面,一发请进后堂深处相见三个人入道里面,就与刘堂,三软都相见了,正是金箔多藏或有鸡,英雄聚会本无器,以时豪侠七黄屋,七宿光芒冻子微,众人道,今日此一会,应非偶然,徐请保证哥哥正面而坐,朝盖道,亮小子是个穷主人,怎敢站上,无用道,保证哥哥年长,一住小生, 协请坐了朝盖,只得坐了第一位,无用坐了第二位,公孙盛坐了第三位,刘堂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却才聚意饮酒,重整背叛,再背酒窑,众人饮着,无用道,保证梦见北斗七星追在屋己上,今日我等七人聚意举世,岂不应天垂向,此一套富贵,唾手而取, 前日所说,央刘兄去探听陆城从那里来,今日天晚,来早便请邓城公孙盛道,这一事不需去了,频道已打听,知他来的路数了,只是黄泥岗大陆上来朝盖道,黄泥岗东石里路,地名安乐村,有一个贤汉,叫做白日暑白胜,也曾来投奔我,我曾激入他盘战无用道,北斗上白光, 莫不是应在这人,自有用他处流堂道,此处黄泥岗较远,何处可以容身,无用道,指这个白胜家便是我们安身处,一还要用了白胜朝盖道,无先生,我等还是软曲,却是硬曲,无用孝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来的光景,理则立曲,智则智取,我有一条计策,不知中你们一否,如此,如此朝盖听了大喜,颠注脚道,好妙计, 不枉了称你做智多姓,果然赛过诸葛亮,好几策,无用道,修得再提,长言道,隔墙虚偶尔,窗外岂无人,只可你知我知朝盖便道,阮家三兄且请回归,致其来小庄聚会,无先生依旧自去教学,公孙先生并留堂,只在壁庄全住当日饮酒至晚,各自去客房里歇息,次日五更起来,安排早饭吃了,朝盖取出三十两话饮, 送于阮家三兄弟道,全表博弈,且无推却三阮那里肯受,无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组,三阮方才受了银两,一期送出庄外来,无用富尔迪言道,这般这般,这期不可有误,三阮相别了,自回石节村去,朝盖留住公孙盛,流淌在庄上,无学纠缠了一事,正是,取飞其有关街道,损比应于道士公, 既就只需安稳带,笑他保单去匆匆,话修续凡,却说北京大明府梁中书收买了十万罐庆贺生辰礼物完备,选日差人启程,当下一日在后堂坐下,只见蔡夫人问道, 相公,生辰刚几时启程,梁中书道,礼物都已完备,明后日便用起身,只是一件事,再次愁出味觉蔡夫人道,又甚是愁出味觉,梁中书道, 上年费了十万罐售买金珠宝贝,送上东京去,只因用人不住,半路被贼人结疆去了,至今无货, 今年账前眼见的又没个了事的人送去,再次愁出味觉蔡夫人指着接下道,你常说这个人十分了得, 合不住他,为之领状,送去走一遭,不至失误梁中书看接下那人时,却是轻面受杨志, 梁中书大喜,随即换杨志上厅说道,我正忘了你, 你若与我送的生辰缸去,我自有抬聚你出杨志插手向前兵刀, 安乡差钱,不敢不已,只不知怎的打的, 几时起身,梁中书道,诸落大明府拆十辆太平车子, 仗前拨十个箱进军,兼压着车, 每辆上各插一把黄旗,上写着献贺太师生辰缸, 每辆车子再使个军舰跟住,三日内便要起身去杨志道, 非是小人推托,其实去不得, 启君指别刹英雄精细的人去梁中书道, 我有心要抬聚你,这线生辰缸的渣子内, 令修一封书在中间,太师跟前重重绑你受到赤命回来, 如何道声之调,推辞不去,杨志道,恩向在上, 小人也曾听得上年已被贼人截取了, 至今未祸,金碎途中盗贼又多, 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汗路, 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散盖山, 黄泥缸,白沙雾,野云渡,赤宋里, 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 更坚单身客人亦不敢独自经过, 他知道是金银宝物,如何不来抢劫, 网结果了性命, 以此去不得梁中书道, 嫩地时,多住军校防护送去遍了杨志道, 恩向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济世, 这斯门一声听的强人来识, 都是先走了的梁中书道, 你这般的说识, 生辰刚不要送去了, 杨志佑禀道,若依小人一件事, 便敢送去梁中书道, 我继尾在你身上, 如何不依你说杨志道, 若依小人说识, 并不要车子, 把礼物都装作十一条担子, 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货, 野点十个壮见的乡进军, 却装作脚幅挑着, 只削一个人和小人去, 却打扮做客人, 瞧瞧连夜上东京交付, 闷得时方好梁中书道, 你甚说的是, 我写书成冲冲帮你受到告命回来, 杨志道, 身谢恩乡抬举, 当日便叫杨志一面打传单脚, 一面玄见军人, 此日, 叫杨志来听前伺候梁中书出厅来问道, 杨志, 你几时起身, 杨志禀道, 告付恩相, 旨在明早准行, 就为领状梁中书道, 夫人也有一单礼物, 令诵于府中宝券, 也要你领, 怕你不知头路, 特地再教乃功卸毒管, 并两个月后, 和你一同去杨志告导, 安相, 杨志去不得了梁中书说道, 礼物都已拴复完备, 如何又去不得, 杨志并道, 此十单礼物都在孝人身上, 和他众人都有杨志, 要早行便早行, 要晚行便晚行, 要住便住, 要歇便歇, 一一杨志提掉, 如今又叫老毒管并与后和小人去, 他是夫人行的人, 又是太师府门下乃功, 躺货路上与小人别傲起来, 杨志如何敢和他争执的, 若误了大事实, 杨志那期间如何分说, 梁中书道, 这个也容易, 我叫他三个都听你提掉遍了, 杨志答道, 若是如此禀过, 小人情愿便违领状, 唐有书师, 甘当重罪梁中书大喜道, 我也不枉了抬举你, 真个有见识, 随即换老谢都管病两个月后出来, 当听吩咐道, 杨志提侠情愿违了一只领状, 尖压生辰纲, 十一单金珠宝贝, 父经太师傅交歌, 这干系都在他身上, 你三人和他作伴去, 一路上早起, 晚行, 助歇都要听他言语, 不可和他别好, 夫人处分夫的勾当, 你三人自立会, 小心在意, 早去早回, 修脚有诗, 老斗馆一一都应了, 当日杨志领了, 侧日早起五更, 在府里把单杖都摆在厅前, 老斗馆和两个余后, 又将一小单才博供十一单, 捡了十一个壮剑的湘禁军, 都做脚夫打扮, 杨志带上梁令, 穿住青纱衫子, 寄了蝉带行缕麻鞋, 胯口腰道, 提条破道, 老斗馆也打扮做个客人模样, 两个余后假装着跟着半当, 个人都拿了条破道, 又带几根藤条, 梁忠叔父与了杂父书成, 一行人都吃得饱了, 在厅上拜辞了梁忠叔, 看那军人担当起程, 杨志和谢都馆, 两个余后尖压着, 一行共是十五人, 离了梁府, 出得北京城门, 取大路头东京进发, 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 虽是晴明的好, 只是酷热难行, 昔日无七郡网友八句师道, 玉平四下猪拦绕, 促促游鱼细平早, 店铺八尺白下絮, 头枕一枚红马脑, 溜龙俱热不敢行, 海水尖沸鹏来道, 公子游贤山立微, 行人正在红尘道, 这八句诗单提住颜天蜀月, 那公子王孙在凉亭上水阁中, 进着浮瓜尘里, 调冰雪偶碧鼠, 上屋子闲热, 怎知客人为些威名不利, 又无家所居父, 三福内, 只得有那图鲁中行, 今日杨志这一行人要取, 六月十五日生辰, 只得在路途上行, 自离了这北京五七日, 端的只是齐五更, 趁早粮便行, 日中热事便现, 五七日后人家见少, 行路又稀, 一战战斗士山路, 杨志却要陈牌起身, 身世变现, 那十一个香进军, 担子又重, 无有一个烧青, 天气热得行不得, 见着林子便要去歇息, 杨志赶着催促要行, 如若停住, 轻则痛骂, 重则藤条便打, 必敢要行, 两个月后虽只悲喜包裹行李, 也气喘了行不上, 杨志也趁道, 你两个好不小事, 这干谢虚是矮的, 你们不替撒家打着夫子, 却在背后也慢慢的来, 这路上不是耍处, 梅雨后道, 不是我两个要慢走, 其实热得行不动, 因此落后, 前日只是趁早粮走, 如今怎的正热里要行, 正是好歹不均匀杨志道, 你这般说话, 却是放屁, 前日行的虚是好低面, 如今正是尴尬去处, 若不日理赶过去, 谁敢五更半夜走, 两个月后口里不到, 肚中寻思, 这丝不值得, 便骂人杨志提了破刀, 拿着藤条, 自去赶的担子, 两个月后坐在柳音树下, 等得老斗馆来, 两个月后告诉道, 杨家那丝, 强杀只是我相公门下一个提侠, 职这般会做大佬, 斗馆道, 须是相公当面吩咐, 道休要和他别好, 因此我不作声, 这两日也看他不得, 全钱奈他, 两个月后道, 相公也只是人情话, 都管自作个主编了老都管幽道, 且奈他一奈当日行道身排时分, 寻得一个客店里歇了, 那十个相近军与汉通流都叹气吹嘘, 对老都管说道, 我们不幸做了军舰, 情知道被拆出来, 这般火丝热的天气又挑着重担, 这两日又不减早粮行, 动不动老大藤条打来, 都是一般父母疲肉, 我们直嫩的苦, 老都管道, 你们不要怨恨, 扒到东京时, 我自赏你众军汉道, 若是斯多馆看待我们时, 并不敢怨恨又过了一夜, 次日天色未明, 众人起来都要趁凉起身去, 梁志跳起来喝道, 那里去, 且睡了却理会众军汉道, 趁早不走, 日里热食走不得, 却打我们杨志大骂道, 你们省得甚吗, 拿了藤条要打, 众军忍气吞声, 只得睡了, 当日直到晨排时分, 满满的打火, 吃了饭走, 一路上赶打着, 不许头粮出现, 那十一个相近军口里 奶奶嫩嫩的院长, 两个月后在老都管面前 叙叙呱呱的扳口, 老都管听了, 也不注意, 心内自恼他, 话题续凡, 似此行了十四五日, 那十四个人没一个不愿唱杨志, 当日客店里晨排时分慢慢的打火, 吃了早饭行, 正是六月初四日时间, 天气未及赏午, 一轮红日当天, 没半点云彩, 其日十分大热, 古人有八句诗道, 祝容南来边火龙, 火急艳艳烧天红, 日轮耽误不去, 万国如在红炉中, 五月翠干云彩面, 杨侯海底愁波节, 何当一夕金风起, 为我扫除天下热, 当日行的路都是山屁崎岖小径, 南山北岭却监住那十一个军汉, 约行了二十余里路程, 那军人们思量要去柳银树下些粮, 被杨志拿着藤条打浆来, 贺道, 快走, 教你早些, 众军人看那天时, 四下里无半点云彩, 其实那热不可当, 胆见热气争人, 消沉扑面, 弯里干坤如增, 一轮豁散当天, 岁有无云, 风寂寂以树坟稀彻, 千山枕燕, 别拨拨石烈灰飞, 空中鸟雀命将休, 倒垫入树林深处, 水底鱼龙林脚脱, 直钻入泥土窖中, 直叫石虎喘无休, 便是铁人虚汗落, 当时杨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披露了一行, 看看日色当午, 那石头上热了, 脚疼走不得, 众军汗道, 这般天气热, 雾得不晒杀人, 杨志喝着军汗道, 快走, 赶过前面钢子去, 却在李慧正行之间, 前面迎着那土钢子, 众人看着钢子时, 胆见顶上万周绿树, 跟头一派黄沙, 错额浑似老龙行, 险峻淡闻风雨响, 山边茅草, 乱丝丝攒遍地刀枪, 满地石头, 陈可可是两行虎报, 修到西川数到险, 须知此事太行山, 当时一行十五人奔上钢子来, 歇下丹杖, 那十四人都去松阴树下睡倒了, 杨志说道, 苦野, 这里是什么去处, 你们却在这里歇两, 起来, 快走, 众军汗道, 你便剁剁我七八段, 其实去不得了, 杨志拿起藤条, 劈头劈脑打去, 打得这个起来, 那个睡倒, 杨志无可奈何, 时间两个余后和老兜馆气喘积极, 也拔到钢子上松树下做了喘气, 看着杨志打那军舰, 老兜馆见了说道, 提下, 短得热了走不得, 修建他罪过杨志道, 都管, 你不知这里正是强人出墨的去处, 地名叫做黄泥钢, 闲长太平时节, 白日里雾子出来截人, 修道是这般光景, 谁敢在这里停脚, 两个余后听杨志说了, 便道, 我见你说好几遍了, 只管把这话来惊吓人, 老兜馆道, 全且教他们众人歇一歇, 略过日中行如何, 杨志道, 你也没分晓了, 如何使得, 这里下钢子去, 物资有七八里没人家, 什么去处, 敢再次卸量, 老毒管道, 我自作一坐了走, 你自去赶他众人先走, 杨志拿着藤条鹤道, 一个不走的, 十来二十棍众军汉一起较将起来, 树内一个分说道, 提下, 我们挑着百十斤担子, 须不比你空手走的, 你端得不把人当人, 便是留守向工资来奸压时, 也容我们说一句, 你好不知藤阳, 只顾逞辩, 杨志骂道, 这畜生不欧斯安, 只是打辩了, 拿起藤条, 劈脸便打去, 老毒管喝道, 杨提下, 且住, 你听我说, 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工师, 门下官军见了五千五万, 都向助我诺诺连声, 不是我口战, 谅你是个遭死的军人, 项公可怜抬举你做个提下, 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 值得嫩的成能, 休说我是项公家都管, 便是村庄一个老的, 也合一我劝一劝, 只顾把他们打, 适合看待, 杨志道, 都管, 你却是城市里人, 生长在相府里, 那里知道图路上千难万难老都管道, 四川, 梁广也曾去来, 不曾见你这般卖动杨志道, 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的管道, 你说这话, 该弯口割舌, 今日天下嫩得不太平, 杨志却带在要回盐, 只见对面松林里影诸一个人, 在那里梳头探脑家王, 杨志道, 俺说什么, 误得不是歹人来了, 贴下藤条, 拿了泼刀, 赶入松林里来喝一声道, 你这思好大胆, 怎敢看俺的行货, 正是, 说鬼便招鬼, 说贼便招贼, 却是一家人, 对面不能识, 杨志赶来看识, 只见松林里一子而摆着七辆江州车, 七个人拖得赤条条的在那里乘凉, 一个并边老大一搭朱砂计, 拿着一条坡刀, 望杨志跟前来, 七个人启叫一声, 阿爷, 都跳起来, 杨志喝道, 你等是什么人, 那七人道你是什么人, 杨志又问道, 你等莫不是歹人, 那七人道, 你颠倒问, 我等是小本经纪, 那里有钱于你, 杨志道, 你等小本经纪人, 天安有大本钱, 那七人问道, 你端的是什么人, 杨志道, 你等且说那里来的人, 那七人道, 我等弟兄七人是豪州人, 饭枣子上东京去, 路途打从这里经过, 听得多人说, 这里黄泥缸上时常有贼打劫客商, 我等一面走, 一头自说道, 我七个只有些枣子, 别无甚财富, 只顾过缸子来, 上的缸子, 当不过这热, 全且在这林子里歇一歇, 待晚凉了行, 只听得有人上缸子来, 我们只怕是歹人, 因此使这个兄弟出来看一看杨志道, 原来如此, 也是一般的客人, 却才见你们亏望, 唯恐是歹人, 因此赶来看一看那七个人道, 客官请几个枣子了去, 杨志道, 不必提了坡刀, 再回单边来, 老毒管道, 既是有贼, 我们去修杨志说道, 安指道是歹人, 原来是几个饭枣子的客人, 老毒管道, 似你方才说时, 他们都是没命的, 杨志道, 不必相闹, 只要没事便好, 你们且歇了, 等两歇走, 众军汉都笑了, 杨志也把坡刀插在地上, 自去一边树下做了些两, 没半碗饭时, 只见远远的一个汉子挑着一副单头, 唱上钢子来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天喝道半枯椒,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善摇那汉子口里唱着, 走上钢子来, 松林里头歇下单筒, 坐地乘凉, 众军看见了, 便问那汉子道, 你筒里是什么东西, 那汉子硬道, 是白酒重军道, 挑往那里去, 那汉子道, 挑出村里卖重军道, 多少钱一桶, 那汉子道, 五贯足钱重军商量道, 我们又热又渴, 何不买些吃, 也结束其正在那里凑钱, 杨志见了, 喝道, 你们又坐深吗, 重军道, 买完酒吃, 杨志吊过破刀杆便打, 骂道, 你们不得撒家言语, 胡乱便要买酒吃, 好大胆, 重军道, 没事又来鸟乱, 我们自凑钱买酒吃, 干你身事, 也来打人, 杨志道, 你这村鸟, 理会得甚, 到来只顾吃嘴, 全部晓得路头上的勾当艰难, 多少好汉, 被蒙汉要麻烦了, 那挑酒的汉子看住杨志冷笑道, 你这客观好不小事, 早是我不卖鱼你吃, 却说出这般没气力的话来, 正在松树边闹动争说, 只见对面松林里那火饭枣子的客人都提着破刀, 走出来问道, 你们做什么闹, 那挑酒的汉子道, 我自挑这酒过钢子村里卖, 热了, 再次歇凉, 他众人要问我买些吃, 我又不曾卖于他, 这个客观道我酒里有什么蒙汉汉药, 你倒好笑吗, 说出这般话来, 那七个客人说道, 我只道有歹人出来, 原来是如此, 说一声也不打紧, 我们正想酒来解渴, 即使他们一心, 闲卖一桶与我们吃那挑酒的道, 不卖, 不卖, 这七个客人道, 你这鸟汉子也不小事, 我们须不曾说你, 你左右将到村里去卖, 一般还你钱, 便卖一些鱼汉汉, 打什么不紧, 看你不到的舍失了茶汤, 便又救了我们热渴那挑酒的汉子便道, 卖一桶与你不争, 只是被他们说的不好, 又没碗瓢咬吃那七人道, 你这汉子特认真, 便说了一声, 打什么不紧, 我们自有椰瓢在这里, 只见两个客人去车子前取出两个椰瓢来, 一个捧出一大桶枣子来, 七个人立在桶边, 开了桶盖, 轮梯换住要拿酒吃, 把枣子过口, 无意识, 一桶酒都吃尽了, 七个客人道, 正不曾问的你多少价钱, 那汉道, 我依了不说价, 五罐足钱一桶, 十罐一单, 七个客人道, 五罐便依你五罐, 只饶我们一瓢吃, 那汉道, 饶不得, 坐定的价钱一个客人把钱还他, 一个客人便去揭开桶盖, 兜了一瓢, 拿上便吃, 那汉去夺食, 这客人手拿半瓢酒, 往松林里便走, 那汉敢将去, 只见这边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 手里拿一个瓢, 便来桶里摇了一瓢酒, 那汉看见, 抢来劈手夺住, 望桶里一清, 便盖了桶盖, 将瓢望底下一丢, 口里说道, 你这客人好不君子像, 带头实脸的, 也这般罗躁, 再对过众军汉见了, 心内仰起来都带要吃, 鼠中一个看住老毒管道, 老爷爷与我们说一声, 那卖枣子的客人买他一桶吃了, 我们胡乱也买他这桶吃, 润一润喉也好, 其实热渴了, 莫奈何, 这里缸子上又没淘水吃住, 老爷方便老毒管见众军所说, 自心里也要吃得些, 竟来对杨志说, 那饭枣子客人已买了他一桶酒吃, 只有这一桶, 胡乱教他们买吃些避暑器, 刚子上端的没处淘水吃, 杨志寻思道, 俺在远远处望着斯门都买他的酒吃了, 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 想是好的, 打了他们半日, 胡乱容他买碗吃吧杨志道, 既然老毒管说了, 教这斯门买吃了, 便起身重军舰听了这话, 凑了五罐足钱, 来买酒吃, 那卖酒的汉子道, 不卖了, 不卖了, 这酒里有蒙汉药在里头, 众军陪助孝说道, 大哥值得便还言语, 那汉道不卖了, 修缠, 这饭枣子的客人劝道, 你这个鸟汉子, 他也说的差了, 你也特认真, 连累我们也吃你说了几声, 虚不关他众人之事, 胡乱卖语他众人痴心的汉道, 没事讨别人疑心作甚吗, 这饭枣子客人把那卖酒的汉子推开一边, 只顾将这桶酒提依众军去吃, 那军汉开了桶盖, 无声要吃, 赔个小心, 问客人急着椰瓢用一用, 众客人道, 就送这几个枣子与你们过酒众军谢道, 什么道理客人道, 修药香谢都是一般客人, 何睁在这百十个枣子上众军谢了, 先读两瓢, 叫老豆馆吃一瓢, 杨提侠吃一瓢, 杨至那里肯吃, 老豆馆自先吃了一瓢, 两个余后各吃一瓢, 众军汉一发上, 那桶酒更是吃尽了, 杨至见众人吃了无事, 四本不吃, 一者天气深热, 二奶勾勾难熬, 拿起来只吃了一半, 枣子分几个吃了, 那卖酒的汉子说道, 这桶酒被那客人饶一瓢吃了, 少了你些酒, 我今饶了你众人半贯钱罢, 众军汉凑出钱来还他, 那汉子收了钱, 调了空桶, 毅然唱着山歌, 自下钢子去了, 那七个饭枣子的客人, 立在松树榜边, 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 道爷, 道爷, 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 一个个面面思去, 都软倒了, 那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辆江州车, 把车子上枣子丢在地上, 将这十一单金珠宝贝都装在车子那里, 折盖好了, 叫声, 郭奏, 一直往黄泥缸下推了去, 正是, 朱球高血庆生辰, 不顾民生于死林, 使信从来招结到, 亏心必定有原因, 杨志口里只是叫苦, 软了身体, 挣扎不起, 十五人眼睁睁地看住那七个人都把这金宝装了去, 只是起不来, 挣不动, 说不得, 国家问你, 这七人端的是谁, 不是别人, 原来正是朝盖, 不用, 公孙盛, 刘唐三软这七个, 却才那个挑酒的汉子, 便是白日数白胜, 确诊的用药, 原来挑上钢子时, 两桶都是好酒, 七个人先吃了一桶, 刘唐接起桶盖, 又多了半瓢吃, 故意要他们看住, 只是叫人死心搭地, 此后无用去松林里取出药来, 都在瓢里, 只坐走来饶他酒吃, 把瓢去都食, 要以搅在酒里, 假意都半瓢吃, 那白上劈手夺来, 轻在桶里, 这个便是计策, 那计较都是无用主张, 这个换做智取生辰刚, 原来杨智吃的酒少, 便醒得快, 爬僵起来, 物资捉脚不住, 看那十四个人时, 口角流闲, 都动不得, 正硬所遇到, 饶你奸似鬼, 吃了洗脚水, 杨智粪嫩到, 不争你把了生辰刚去, 交往如何回去见得良中书, 这只领状虚脚不得, 就扯破了, 如今闪得安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带走那里去, 不如就这缸子上, 寻个死处疗一破破, 望着黄泥刚下边跳, 正是断松落花三月雨, 摧残杨柳九秋霜, 毕竟杨智在黄泥刚上寻死, 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目钩哦, 我来说, 我来说, 感谢观看